在花莲玉里镇一家制面厂发现 他的货款及员工薪水加起来 有几十万块钱被偷了 警方调阅附近的监视器 查出了治安孤立人口 许姓男子设有嫌疑 上门逮人的时候呢 他还在家里头睡觉 当场就人张俱获 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深夜有毒品怯到前科的许姓男子 在制面厂周遭探头探脑 随即就拿走了附近的梯子 爬上二楼 捏手捏脚的到一楼搜刮 得手之后立刻离去 没有惊动老板 而老板一早起床后发现 钱全被偷了 急得赶紧报案 案发一小时内迅速侦破 得力于热心民众提供关键线索 以及专案小组精准掌握辖区治安状况 锁定犯嫌 迅速逮捕到案 并起出全数账款 现金新台币87万余元 预理分局获报之后 分局长陈慧文立即指示侦察队 预理派出所成立专案小组 来积极侦办 在一个小时之内掌握线索 追查相关人事证之后 迅速侦破这个窃盗案 并全数追回赃款 全案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本分局将持续减速窃盗案件 打击不法 维护地方治安 届时呼吁 维护治安人人有责 民众如发现可疑人事物 请急拨打110 或向派出所报案 透过警民通力合作 共同维护 安居乐业 友善治安环境 38岁许信嫌犯被警方列为 治安顾虑人口 有毒品窃盗前科 警方到家中时 他还在睡梦当中 经过警讯坦承偷钱 当款数十万多元都还没有花费 就被逮捕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播等